这次苹果安卓要彻底慌了 只在今天 世界第三套操作系统 中国华为宏宏OS系统正式亮相了 我们都知道 以前世界只有两大操作系统 就是苹果的iOS系统和谷歌的安卓系统 而现在呢 这种局面正式被打破了 中国华为作为世界第三套操作系统正式亮剑 大家必须要清楚 现在市场两大操作系统 全部都掌握在了老美的手里 他们每年从中国赚走大把的钱 以苹果iOS为例子吧 去年日赚3.5亿美金 卖系统赚的钱比卖手机还多 光这一块的收入就无而虐整个腾讯 如果你有APP想要上市 也必须要经过它的同意 甚至还要收你的手续配才行 这也造成了智能手机为什么越来越贵 这次由中国完全自主开发的 豪威荷蒙OS系统正式亮剑 将彻底改变这个局面 豪威荷蒙系统是全世界第一个 面向全场景微内核的分布式OS系统 通过豪蒙OS系统可以支撑起 1加8加N的产品结构 从而实现玩过互联 一呢就是手机 8就是PC 汽车 穿戴 平板 运动 AR VR 智能大屏 智能音箱 这8个领域 全都是华为自己研发的产品 那N呢 是大量的LOT设备 为消费者衣食住行提供智能服务 豪威荷蒙作为万物物联时代的 分布式操作系统 到时候会超越苹果玩胜安卓 成为世界上首需一指的开源系统 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 智能手机普及率 在18年就几乎是人手一步了 现在已经2021年了 随着5G商用的落地 农村基地的完善 居民收入的提升这些因素呢 现在中国的正常手机普及率 应该是人手一步 或者是人手几步吧 想想看 整个南海到底有多大呢 有了好用的中国豪威 豪蒙OS系统 谁还会再去买老美的苹果呢 那肯定都会去买豪威了 而且不要忘了 一旦条件成熟 其他的国产手机 肯定也会放弃老美的安卓系统 而改用我们自己的豪蒙系统 我们可以打个赌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 今天很有可能是 华为和我们里程碑式的一天 让我们给华为点个赞 研究通道价值 我是司马 喜欢内容的 一定要记得关注